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适合的配合机 冬天来了我们要多喝水 第一个保温杯 特别常用保温杯 里面再过滤功能 加两把茶 什么菊花 枸杞啊 我们养生的东西 然后热水一加 一过滤 开盖 倒出来 在室外稍微淡个几分钟 马上就可以喝了 很方便 接下来 可以当暖手保满经销水 里面也是我刚刚放的开水啊 非常的暖 出去等公交车啊 或者等地铁啊 手里抓着 满满的幸福 暖暖的 当暖手保佑 第三个 这个杯啊 看似简单 但其实 今天里面是 那种黑科技 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低级用 真是冲了 我倒点 水在里面 这个杯子啊 叫做 叫做什么 就开水放进去 摇一摇 你把滚开的 开水放进去 摇一摇 几秒钟 马上就可以实行引动了 看下我这个水 是先烧开了 倒个32分 不办法 摇的直接小心点了 要不然能撒 就这样 摇一个几秒钟 直接打开 这就应该可以喝了 不是滚开的烫水了 现在也就五十几度 冬天外面很冷的时候 喝这五十几度的分钟 应该是刚刚好的 开始倒进去 一晃 哎 就能喝了 不用等 然后呢 像这个 我觉得 就是平时 泡个茶什么的 它就是糊大 然后又好看 就像 有的时候 出一天工 不方便摘太多的杯子 我就用这样 一个 然后把这个 水 它这个容量是真够大的 我觉得 比如一天 两天都够多了 倒进去 然后这边这个茶包 就在里面 然后喝的时候也很方便 而上面有一个吸管 上面是一个 吸管 所以 也是黑胶的 然后喝的时候 就扣起来就行了 还有一个袋 一个飞的 它挺好看的 然后 就是这款神器 神器我不是带去 出宫的 就是我能放在家里的 怎么玩呢 这 就拔出来 然后把它抿上去 随便的一款 黄金鼠就可以了 然后 扣上去 简单吧 我这只 叉的变 然后你看这个 可以随时 扭 你想让它出多少度的水 它就出多少度的水 比如这个是99度 拿一个 拿个杯吧 它现在出的就是99度 不想要99度了 我停 然后我想换一个温度 太烫了 这个可以变85度 或者 55 或者S度 25度也可以 来个25度吧 这上12吧 22 它就出22度 然后你可以冷热结合 试探考虑 停 tota 这上10 多大 终于 变 是 是